黄卫视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文台 李敖有话说 6月16号就是80年前 陆军军官学校开学那一天 陆军军官学校就是黄埔军官学校 为什么海家两岸都重视这一天 因为黄埔军官学校构成一个象征 这个象征就是当年国民党跟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一个象征 当年孙中山革命的时候 他倚靠两股势力 一个就是黑社会的势力叫做会党 一个就是清朝军队的势力叫做新军 等革命成功以后 孙中山把会党一脚踢开 不太承认黑社会的势力了 可是新军就是清朝的军队所流传下来的 他也控制不了 孙中山心有未干 他觉得他革命的果实被别人拿走了 所以他在南方就成立了一个伪政府 这个伪政府得不到世界各国的支持支援 只得到了一个国家的支持 就是苏联 孙中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 跟苏联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协议 就是苏联出钱 苏联拿枪 苏联出顾问 来帮着孙中山在南方造成一个政权 并且成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子弟兵的学校 就是黄埔军官学校 当这个学校成立的时候 正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时候 所以这个学校里面 一开始在499个学生里面 有十分之一是共产党 我们看看 这就是陆军军官学校的这个造型 现在我们再看看 这是1924年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的一个学生 大家看 看起来有秃秃的 可是大家不要小看他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 他就是徐向前 黄埔一期的 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 有黄埔毕业生 还有不在第一期的林彪 也是黄埔的 叶剑英是黄埔的教职员籍的 陈庚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将 十个大将的大将之一 他当年还救过蒋介石的命 他背过 背过蒋介石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赫赫有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 跟黄埔 跟蒋介石都有这么样的复杂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个回忆录里面 就谈到蒋介石气急败坏 对陈庚说 我唯有自杀以成人 陈庚极力劝慰 并亲自背着蒋介石走了一段路 所以呢 当时这个说法呢 就是陈庚搭救校长 还有这种说法 我们再看 黄埔的学生 上课的时候 吐里吐气的 大家看到这个样子 他们吐槽的时候 看到这个样子 听群话的时候 这一大堆这个样子 也是他们的军容 是这个样子 赌合训练 是这样子 现在看起来总是觉得 这个吐里吐气的 现在两岸都在庆祝的时候 有一个人不能出席 他的名字看到没有 孙元良他不去 孙元良是什么人 孙元良是黄埔军官学校 第一期 499个人里面 今天唯一活在世界上的 他已经103岁 他的儿子 就是有名的电影明星 叫做秦翰 他就是秦翰的爸爸 孙元良曾经用他自己的字费 出了一本书 叫做亿万光年中的遗顺 孙元良回忆录 这也是黄埔一期的将军 可是打了败仗 到了台湾 就这样子没落下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有趣的现象 当时在淮海战役的时候 台湾叫做徐邦会战 淮海战役的时候 当时他们被包围的时候 由陈毅出面 陈毅 出面 写着一封信 叫他们投降 写给专送杜玉明司令官 并邱清泉司令 李弥司令 孙元良司令 刚才我谈的就是孙元良 这些人都走了 可是有一个现象 我告诉你都没有趣的 你看 当时黄百涛也参加徐邦会战的 结果在蒋介石写给他的信 他被包围以后 死掉了 自杀了 为什么自杀呢 因为国民党的黄土一期的将军们 不肯救他 因为他是杂牌军 不肯救他 其中有名的人就是邱清泉 邱清泉也死掉了 被打死了 看到没有 这也是在邱清泉 在1949年 这个1月10号 忠贞为国 死掉了 阵亡就死掉了 换句话说 这里面邱清泉就死掉了 杜玉明被俘 李弥逃到云南 后来来到台湾 孙元良 就是今天活在世界上的 唯一的一个黄埔一席的人 他一直在台湾 黄埔代表什么 代表毛泽东的一句话 就是毛泽东说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 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这是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里面 在1938年11月6号 所讲的一句 糊糊有生气的话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所以呢 不论是国民党 还是共产党 还是国民党 共产党合作的时候的 这两个党 都是要主张枪杆子 所以呢 他们就办了这个军校 就是黄埔军官学校 这个学校最奇怪的 就是他在广东办起来 可是他校长是浙江人 当时孙中山自己要做校长的 并不是要给蒋介石 然后他决定给许从志 许从志是真正日本师官学校毕业的 他也是广东人 这蒋介石啊 他是浙江人 你怎么跑到广东人的圈里面来混呢 你不能不说他本类很大 他得搞了很多的小教职员 到筹备处里面筹备这个军校 又搞出来各省的学生 很多都是从上海去的这些各省的学生 到学校里面去 等于把持住了 就是你们不接受我的方式 我就不干 所以在1924年3月23号 蒋介石就耍骨头 跟蒋介石说 我要辞去这个军官学校校长 我不干了 孙中山没办法 就亲自批 叫他任劳任怨 叫百折不回 叫他从穷苦中去奋斗 不准辞职 事实上他布下天罗地网以后 控制了黄埔军官学校 这个结构以后 他我不干了 结果逼了孙中山 只好更进一步的 放权力给他来信任他 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 一个人叫做宋希连 这是时候他做军长的时候这样子 他那时候 最后在淮海战役里面 他做徐州的剿匪总司令部 剿总的副总司令 他手下管的人就是有穷情权 刚才我讲过 打死了 孙元良现在活着103岁 黄埔涛死掉了 李弥是个兵团 可是他谈到了孙元良 今天没有死的这个人 虚伪狡诈 个人厉害看得超乎一切 我是深深知道他的 所以他对孙元良没有好的批评 又转过头来 我们看黄埔军官学校 在成立的时候 那一天 4月16号 我们可以看到 孙中山在这里 大家看 蒋介石在这里 大家看到没有 当年我们可以看到别人很多人在这里面 可有一个人贼头贼脑的在孙中山背后 大家看这个人 这是个外国人 什么人呢 他是苏联人 就是真正的 庞埔军官学校的后船老板 是苏联人 所以你看开学典礼的时候 这是孙庆龄 这是孙中山 这是蒋介石 这是廖仲凯 可是这个贼头贼脑的人又在旁边 看到没有 大家注意 搞历史 搞资料 一定要很细心的 他知道这里面有文章 就是苏联在控制这个军校 现在国民党的历史里面 常常忽略了校长是蒋介石 可是他们忽略了政治部主任是谁 政治部主任就是这一位 他的名字叫做周恩来 所以大家看看 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 在推出黄埔军官学校的时候 他们的这种密切的关系 所以在周恩来年谱里面 1924年说得很清楚 11月就任了黄埔军校 政治部主任 到之以后 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 怎么怎么的 这是周恩来 干的事情 我给大家看看 一个历史资料 就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 别证书里面 第一期 你看到没有 校长蒋中正 党代表 廖仲凯 上面还有一个人呢 看到没有 海陆军大元帅 陆军军官学校总理 孙文 这个时间是民国14年3月1号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原件 这个东西全世界很少了 就是毕业证书 本校第六期 齐鸣科学生 胡天秋 修业期满成绩及格 特给证书 看到没有 实际上校长蒋中正了 孙中山也不见了 邀仲凯也不见了 这是中华民国18年 1929年1月20号 这种原件还在我手里 可以看到当时他们 他们这种种种的这个变化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孙中山并没有把权力 全部放出来 所以请黄埔军官学校的教长 是由孙中山发的聘书 看到没有 任命状 任命何殷勤 为陆军军官学校总教官 13年6月13号 就是1924年 孙文不是由校长发出来的 而是由孙中山直接发出来的 我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看 就这些有趣的 有点零零星星的读调 可以看到 当年是怎么样的 他们这种合作的关系 是合作的 我讲这些故事 告诉大家 怎么样最后解读这个情况 我告诉大家 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跑到台湾来了 黄埔军官学校的教务长 做凤凤 有的人呢 连麻雀都做不到 可是 真正的 硬体 黄埔军官学校的 这个校址 在大陆 校长跟 总教官 跑到台湾来了 很多黄埔的学生 从第一期以下 跑到台湾来了 1949年 那个时候 蒋介石 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也不过才63岁 所以其他的人呢 都年纪很小 现在看起来 这批人 我刚才说过 最老的人 103岁 事实上 都死光了 可是有个有趣的东西 也带到台湾来了 什么东西 大家看看 这什么东西 三民主义 无党所踪 以建民国 以言大同 自耳多士 为民前锋 素叶匪泻 主义失从 实心实勇 必信必忠 一心义德 贯彻始终 看到没有 中华民国13年 1924年 6月16号 就是黄埔军官学校 开学这天 孙荣山 发表的一个训词 这个训词 变成了所谓 中华民国的国歌 这个国歌里面 有荒谬之处 其中的就是四个字 叫做 知耳多士 注意 这是书经里面的 中国古书 书经里面的口气 知 知这个事情啊 我们说 有好几个解释 第一个就叹气 叹气一声 叫做知 还有呢 就通知你 我告诉你 我要 还有意思 就没有任何意思 只是个 像英文一样 W-E-L-R 这么一个字 雷根总统 雷根总统 一开始 讲这个话 就先 先说这四个字 自耳 你们 多是 这些 接班人 这些年轻人 怎么可能 变成了国歌以后 由这些 多士 自己来 唱自己呢 所以作为 所谓中华民国 国歌以后 是很荒谬的 怎么可以 自己唱自己 自己来 嗨 一声 然后说 他唱自己呢 不通的 所以作为 所谓中华民国 国歌 有荒谬之处 当然 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歌里面 也有一点不妥 哪一句啊 最后一句不妥 前进前进 前进进 这什么话 浅进进 什么话呢 那个第二个进字 显然是不妥的 这就是 国民党的特色 黄埔校长来了 黄埔的 宗教官来了 黄埔的招牌来了 还带了一首歌 也来了 可是 真正的黄埔精神 给丢掉了 真正黄埔精神 什么精神呢 就是 革命啊 就是要 建设 一个 三民主义的国家 那个国家 在三民主义的 口头里面 也是 要民权 民主 民权 民族 民生啊 也是这样子啊 可是今天 谁给他实行了 民族主义 共产党 全世界 还敢欺负中国吗 没人敢 民权主义 海家两岸的 民权情况 大家都 心里了解 实行到什么程度 真真假假 大家看得很清楚 民生主义 按照孙中山的说法 就是共产主义 谁给他实行了 共产党给他实行了 所以我觉得 最有趣的现象 就好像大家一起和联合 国民党共产党 联合起来开个 对 结果呢 这个 老板 跑掉了 跑的时候 他带着招牌 跑掉了 然后呢 他带着一首歌 三民主义 武党所租 跑掉了 然后把这个店 留给了 共产党 共产党 把他接下去 发现 共产党里面 很多 这个将军们 大将们 元帅们 也是 这个店里面的 共同的伙计 高等的伙计 共同的 创造这个店的 这个人 所以呢 扯不清了 一谈到黄埔问题 就扯不清了 就是牵扯到 海家两岸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 谁是真的黄埔 我告诉各位 黄埔永远是黄埔 就是所谓 黄埔精神不死 为什么原因呢 那他压宝压了两边 你不如输 就是赢 你国民党赢了 黄埔也赢了 因为校长 第一期的学生 很多 国民党输了 共产党也赢了 为什么 我们实行的 孙中山的主义 我们实行的 我们的这些 这个 这个 元帅 大将 原来就是黄埔出身的 所以呢 我们觉得黄埔 象征了一个现象 就是 左右风源 黄埔象征一个现象 就是 两头吃 所以今天 谈到黄埔 谈到80年以后的黄埔 谈到这些 除了孙元娘 103岁以外的 这些 凋零的这个黄埔 我觉得 非常有一个历史的角度 来把它切入 今天我把它切入 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 这么有趣的 一个抽象名词 也是这么有趣的 一个 历史的一个标杆 告诉我们 在 中国人 要求 救亡图存的 这个过程里面 曾经 有过这么一个 学校 曾经 左右逢源的 出现过 这么多的人 从 伟政权的蒋介石 到 今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跟这个学校 有密切的关系 大家 最后 听我一句话 就是黄埔军官学校 在招募学生的时候 有一个人 集合了好多学生 把他送到黄埔去 做学生 这个人的名字 就叫 毛泽东 在中国文化的坐标里 寻找何的方位 和平 和睦 和气 写下华夏民族 五千年玄妙的 生命哲学 天下何为善 地球何为美 活出数说不完的 天时地利 何为贵的人生故事 白沙集团 和牌特约 天地人和 今天 凤凰卫视中文台 白沙集团 和牌特约 天地人和 由白沙集团 具名赞助播出 天时地利 何为贵 有人说 用西方的眼睛 看不透香港 用东方的眼睛 也看不透香港 如何认识 香港的文化性格 看流行文化的时候 不要先去批评它 是雅 或是熟 我永远觉得 我自己唱 唱的比较 香港是个 很包容 多元化的社会 纵横中国 带你领略香港文化的 声色意 双喜纵横中国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文台 开运鉴定团 这个星期 开信乐团的运 对 你们这次是演戏 你的都要爱 你要开始 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比较单纯 对啊 我们都很单纯 你到底要看我 不是 开运鉴定团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文台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